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八个字可以说是 世出世界 一切行圣 各个宗教 祝福菩萨 教化 社防三世 一切众生的总纲领 这是所有宗教的一个共同点 从这个共同点出发 就能够融合 世出世界 各个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信仰 就能够融合成为一体 善无标准很多 这是因不同文化 而建立的 但是 说到最精神之处 决定是相同的 这一句话 我们已经讨论过几次了 几次 实在讲呢 是不够的 我们仔细去思维 摄加 donc了 社加毛那佛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天天都是 讲这两句 千经万论 不立这个原则 故事无量无比 善行也是无量无比 世人愚昧 认识不清 将是非邪阵善恶颠倒了 这是大错 这是大过失 而祝福菩萨 大胜大喜 对于世人 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责备之心 这是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了 他之所以称之为大胜大行 就在此处 纯是一片真诚慈悲心 纯是一片爱心 对于佛菩萨 所说的 心人不善 无有余者 殊无怪人 不怪他了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世间人 人人都是好人 人人都是善人 佛在经上书 无量寿经 大家念得很书 经上讲得很明白 一切皆臣佛 花言原觉上说的更透彻 一切众生本来臣佛 我们要记住 世尊真实教会 敬业散佛 末后一条 教导我们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发菩提心就是要发 彻底 彻底觉悟之心 彻底觉悟 身心因果 什么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个佛要怎么念法 前几天 有同修来问我 我也说过几次了 多说几遍 加深诸位同修的印象 我念佛 我看到虚空法界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无疑不是阿弥陀佛 人人皆是阿弥陀佛 四四皆是阿弥陀佛 五五皆是阿弥陀佛 我是这个念法 我从哪里学来的 从无量寿经上学来的 从阿弥陀佛经上学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庄严 全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 阿弥陀佛谁呢 就是当仁自信 我懂得这个道理了 明了这些四世真相 这才恍然大火 竟虚空变化界 华阎将的 微信所信 为时所变 行使 无量无边的智慧 无量无边的德相 他的名号就叫阿弥陀佛 所以我现在念佛 跟从前念佛 不一样了 不是一个念法 念得身心自在 发系充满 祖师大德叫我们 修行 要从根本修 改过 要从根本改 行善 要从根本行 你的成就就快速了 你的成就就快速了 哪里需要三大二星期间 众生做佛 都在一念之间 就看你这个念头 能不能转得过来 文书菩萨 向世尊请教 说得好 一个人 少年造孽 到老时候修行 还能不能称福 世尊大德 苦海无边 回头是安那 我们要用佛心 佛心就是用真心 用圆满觉悟的心 来看人看死 佛怎么看法 只论现前 不论过去 现前是现在 过去不要追究 过去不要去想它了 想过去 想未来 都叫往想 人 如果生活在 有过去 有未来 这个概念当中 你就出不了轮回 就出不了 舍法界 为什么 六道轮回 跟舍法界 是众生 妄想 分别执着 变现出来的幻想 不是真的 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舍法界 舍法界一正庄严 是梦幻泡影 佛将的话 是真实的 梦幻泡影 你再要去想它 你再要去分别执着它 岂不是大错特错吗 你再加强 你再加强 三土六道 你怎么能够 离开 三土六道 所以佛教过 这是从根本上 下手 立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不但六道 没有了 舍法界也没有了 那么现前的境界 就是祝福如来的境界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做一个大转变 转繁心为福心 转繁静为福境界 华言经上讲 佛华言的境界 这个转变 就在迷雾之间 一迷一切迷 一无一切无合 佛菩萨在经论里头 说得容易 我们听了 也好像懂得了 其实不是真懂 为什么呢 真懂了 你决定就转过来 这一点 在我们修学心态上 不能不留意 我们境界没有转过来 就是不懂啊 佛地教会 我们体会的不透彻 没有 如果真正明白 真正懂得 刹那之间就转过来 真的是不费摧毁之力 那么转不过来 怎么办 我一个方法就是要好学 认真努力去求学 怎么个学法 主持人 主要求学家 主要教我们 主要求学会的不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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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戒定会的功夫 戒就是守规矩 叫你一门 这是规矩 叫你长时间学一门 也是规矩 为什么叫你学一门 不叫你学多门 一门容易专心 容易得定 换一句话说 容易断烦恼 断你的妄想分别之处 用意在此地 等到你妄想分别执着 真的断了 不再起来了 这就叫得定 定里面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凡是有分别 有执着 没有得定 定是平等心的 定是亲近心的 有执着 你就不亲近了 有分别 你就不平等了 所以这个方法是修定的方法 定到一定的程度 智慧就可以 任言上讲得好 智慧光通达了 这个心地亲近到极处 那个极处也有浅身不同 这个我们在华言上看到 原教初驻出复杀 他那个定就到极处了 光通达了 光通达是 见醒了 那个光照破无名 见到自省了 但是他的功夫前 他才破一瓶无名 尽一分真心 往后去 破尽四十一瓶无名 这是如来究尽过位 所以那个晋极 这个极里面有四十一个等极 都叫极 晋极光通达了 这个时候 无量无边的法门 全都通达了 要不要学 不要学了 为什么不要学呢 一记一切 一切记 所以夜发通了 法法都通了 夜门其如了 门门都得到了 这些道理 我们今天都明白了 怎样去落实 那就看你自己的公恨 公恨说个实在话 就是要把你所解的 所信的 落实到生活当中 这是心啊 心结形 融合成一体 就叫做正 正就是欺辱啊 花言末后一平 入法界 怎么入啊 心结形 融合成一个 就入了 就正入了 我们今天的男子 在哪里 心结形 是分走三个 他不是一个 所以 永远不能够欺辱 永远得不到真实受用 真实受用 是自在无碍 发息充满了 我们将 世尊 一代实教 四十九年 所说的 归纳为 事举 真诚 充满 虚空 周边 发界 真诚性 亲近心 也是 圆满虚空 周边 发界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无一不失 满虚空 变发界 落实到我们生活 境界当中 看破 也是 变虚空 周边 发界 放下 自在 随便 都是 充满虚空 周边 发界 这叫念佛 这样念佛了 就成佛了 我将我自己修学的 这一点点心得 呈现跟 诸位同学 给大家做参考 也为大家 做证明 身心因果 念佛 臣佛 千真万确的 四十 功夫下手之初 知过 能改 知善 恳行 师尊教人 善我最低的标准 就是 今夜三复的第一条 消养 父母 奉死 师长 慈心 不杀 修 十三业 这十六个字 决定要落实 如果这十六个字不能落实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都不得理 都不能成就 上上法 不理 下下法 上上法跟下下法 是一不是二 希望同修 深深地 去思维 这个意思 认真 努力 学习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临 闪